本期内容主要是围绕 有关于中国女排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而展开讨论的 想必不少对女排赛是运动保持着关注的球迷粉丝 都能够了解到近期传出了对 中国女排队伍参赛世界女排年赛有力的消息 通过近期的赛程信心来看 不难发现 女排队伍的整体状态和实力还是很优秀的 特别是在首轮对决当中战胜巴西女排队伍 更是让球迷粉丝看到了女排队伍在 本次世界女排年赛的舞台上未来的发展状况大好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战胜巴西女排队伍以外 近期还有其他球队的比赛情况对中国队伍有利 其实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自从中国女排队伍取胜巴西队伍后 后续两场赛时对局的对手实力与 中国女排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像德国荷兰日本球队 中国女排队伍基本上是都有过交手经历的 所以说 众多球迷粉丝对于这几场赛时并不担忧 在第二战的香港赛时中 中国女排队伍将会迎来与加拿大 保加利亚波兰意大利的赛时比拼 与其他三支队伍相比 意大利球队显然会更加棘手难打一些 这样一来 就有球迷粉丝猜测 中国女排队伍接下来的走向有 极大概率是带着七连胜队战意大利女排 不过上述几支球队还不算是本次世界女排年赛中 中国女排队伍的劲敌 真正难对付的是在 第三战的赛时中与塞尔维亚球队的对局 上季联赛里 塞尔维亚女排最终取得了第三名次 世锦赛的发挥成绩就更出色了 夺得冠军奖牌 如此一来 足以说明塞尔维亚女排的实力水平 不过在本次联赛中 整体的成绩似乎是在向大家告知 不必担心后续中国女排队伍与其展开的对局了 因为近期塞尔维亚与美国和土耳其女排队伍之间的对局 都是以失败告终 这样一来 信心上绝对是给予了最大的打击 而反观中国女排队伍有了连胜战绩后 心态与塞尔维亚女排则是完全相反 所以说就有不少球迷粉丝表示土耳其女排队伍战胜 塞尔维亚可谓是为中国女排提供的不小的帮助 这让蔡斌教练以及女排球员们都会受到估 这让蔡斌教练的不小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